門鎖被叫位、勝利的藍店東和女職員 在現場協助警方調查和點算損失 現場在深術堡大南街一間潮流閘貨店 星期五下午大約2點 女職員回到開店時發現玻璃門被叫 懷疑遭到爆洩於是報警求助 藍店東經點算後 損失約20至30隻名標 包括勞力士、奧美加、卡地亞和伯爵等等 總值約50萬元 警員翻查閉路電視 顯示凌晨大概3點 兩名一擄一亂的藍測 戴著口罩、劇帽和置備袋袋 叫開玻璃門潛劫手掠 劫走玻璃式櫃內的20至30隻手錶 店主其後在社交平台連番發問 紙店內被人洗劫一胸 連他父親留下的遺物也避到去 店由今天起無限期停業 店主亦說 這次可能捱不過這一關